來 請教輝文兄 輝文兄你怎麼看 包括很多人都在給侯友宜出意見 民調到目前為止沒有起色 你怎麼看 侯友宜被證召之後的 第一場跟第二場的活動 主持人是錢宜君 我相信你的觀察應該是最深刻的 現在錢宜君要準備去幫 柯文哲主持活動 他自己都跳船了 我沒有跳船 主持人是公道的 賴清德如果有要活動邀請我 我一定也去 我覺得下一個邀請你的 應該是郭台銘 賴清德打死也不會找你 這個剛剛去比較這個 因為先是我們從1996年 選到現在 最接近沙喀都的 應該是2000年的聯宋跟阿扁 所以你去比較一對一的時候 是看不出來的 現在侯友宜的味道 有一點像2000年的聯戰 就是在宋楚瑜跟阿扁 這個兩強之後 連戰就變成第三名了 有一點點這樣的味道 最後會不會這樣走 不曉得 其實我的看法是這樣 因為根本來歷不明的民調 我是不討論 他一半是用電話 一半是用網路 這種混合的算法 這個我還真的沒看過 看了民調20幾年 沒看過這種算法 這樣的數字我要怎麼去評論 但是我相信這個 唯一奉為歸念的是TPPS的民調 希望TTA1月3月5月6月 能夠在7月國民黨全代會議 之前能夠再做一次民調 我的結論是這樣子 因為金小刀 今天出來解釋那些說 他也有提到民調 他本來就很自豪 他是民調的專家 他也特別強調說 他才三天 他不可能立刻就讓 何友宜的民調能夠有所成長 而且金小刀也說 歷屆的大選 6月 7月的民調是最亂的 他也跟你講說決戰三個月 換句話說 在金小刀的操盤之下 看來這個所謂的換猴 這個我相信金小刀 他是不會讓這個情況發生的 但是觀眾朋友 我必須要講 看到何友宜的這個態度 我個人是非常的遺憾 因為我從來沒想到說 他從被徵召之後 一個多月之內就變成 現在這個模樣 我不是看他的民調 因為民調會起起伏伏 這一點我是同意金老師的講法 民調會上上下下 可是何友宜展現的態度是什麼 就牽制我的結論 他現在有點說 就像你剛剛前子特別提到說 因為有換柱的經驗 你不能換我 你換我的話 就變成換柱的悲劇 很多人都已經被這個東西嚇到 因為2016的換柱 整個國民黨就崩盤了 何友宜給我的感覺 你現在如果講換我就變成 換猴就變換柱 連柱柱絕都聲援我 對不對 所以你們不能講換猴 講換猴會變成罪人 可是我要回應剛剛前子講的 如果我們綜合起來 雖然有些民調 前子知道我很挑剔 我是不談的 可是其他台不是這樣子 其他台是管你37 21 只要是民調侯友宜第三的 綠媒就是大做特做 但是如果侯友宜一再的累積 他是第三 而且甚至連20%都沒有的時候 我想請問所有的觀眾朋友 還不換嗎 都已經每次做出來 都是不到20% 甚至細卡都 他都做到第四名的時候 你還不換嗎 你要什麼時候換 1月14號再換嗎 等投完票再換嗎 所以如果侯友宜用這個態度說 你們不能換我 換我我就怎麼樣什麼 那種態度 你看那天 我不曉得前子 有沒有看趙仙 你要不要跟韓國瑜 跟韓粉道歉 他從頭到尾他是不道歉 就讓我看得很奇怪就說 趙仙已經刻意 就像我們講說 我搭一個樓梯讓你走下來了 你還不願意走下來 你還在那邊 我就是不道歉你怎麼樣什麼的 我看得太反感了 我的反應比沈大佬還那個 我真的實在是 觀眾朋友你如果每天 都看前者節目 我一個月前 我是非常積極的 幫侯友宜辯護 但是他拒絕跟韓國瑜 道歉之後免談 什麼都不用談了 我不會再幫你辯護了 我希望國民黨趕快把侯友宜換下來 不換他就是第三 第四 第四 選不贏了 所以輝文你認為應該要換侯 那時間點大概是什麼時候 或者是民調 越快越好 如果要換 前子他那是什麼態度 你待會兒 你不用再點頭了 把你扒下去 他連金小刀幫他準備的資料 他都 我對你的言論非常認同 所以一直點頭 我跟你講 我不會談內湖南港 因為不重要 他連人家幫他準備的資料 他都背不起來 今天那個記者會告訴你的證據是什麼 就是我們幕僚 有幫他準備的關鍵的那一句 結果他沒有講 沒有講之後美國就不高興 美國不高興他就立刻就得去救火 他連資料都背不起來 這怎麼選 而且有一個很難笑的笑話 我待會兒第二段再講 因為時間來不及了 很無聊的笑話 因為我有傳給高嘉瑜他知道 很爛的笑話 他都笑了 你跟高嘉瑜又有傳LINE 沒傳好我 怎麼會這樣 我跟你沒什麼干聯 我已經把你封鎖了 你已經把我封鎖了 來 我們來先請教惠文 惠文怎麼看 最大的問題是不是 他的反應不夠快 不夠清楚 沒有辦法讓民眾很快的get到 潛質因為他是一個 他們有準備 其實今天金輔聰跟黃子哲 他們都扮演了豬隊友的角色 他們拿出的手板 就是說他們題目已經先擬好了 他們有三次的版本 三次裡面有同樣一句話 後悟就是沒有講 就是說我支持疫期一年 但是等我當選總統 兩岸和平穩定之後 我把他改成四個月 他露了那第一句 他們三個版本 幫他擬的那個QA都有 他就是沒講這一句 沒講這一句我就沒有辦法 但是從他這個趙先的專訪之後 昨天禁辦發新聞稿 昨天下午何惟宜親自說明 昨天晚上何惟宜再說明一遍 今天是金小刀上場 四次 這潛質在我的感覺 就是你們太怕美國了 這個是你沒那麼 金小刀都講了 不是AIT的處長打電話 是他們透過一個人來問 你就雞飛狗跳了 你這個團隊你怎麼執政 這個葛萊宜 葛萊宜談台灣大選 就好比我在談美國大選 會笑死人 所以這種人我就不談了 但是前子你可以幫我作證 因為我們TVBS的民調 何惟宜從領先到落後 是上個月的事情 前子我們每個禮拜都會碰面 所以我上個月 我都還是支持何惟宜的 你剛剛問我為什麼要交換 因為那是一個態度的問題 觀眾朋友你每天看可以作證 他們T台 尤其前子他們製作單位 他們摟了一個袋子 摟了至少兩個月 我都沒有談 你們摟了兩個月 你談了兩 這個事情是這樣子 就是說2020的大選 韓國瑜希望他的新北市主委 是侯友宜 但是侯友宜拒絕 侯友宜講什麼 我的大體是我的400萬市民 這個侯友宜的國恩老師 可能在後面哭了 我的大體是我的400萬市民 所以大體是市民 這是什麼中文 如果你的大體是你的新北市民 那你為什麼落跑選總統 你這不是自己打臉嗎 韓國瑜請你接新北市主委 你為什麼拒絕 所以觀眾朋友 我不是因為他民調第三 我說要換頭 他上個月他民調就第三 大家可以作證 對吧 堅住 我沒亂講 但是你在趙先生的專訪 你那是什麼態度 你就是不道歉 趙先生已經連續 你要不要道歉 多多 這個什麼 他都不願意 那給我的感覺就是 不然你是怎樣 不然你把我換掉 讓我那感覺很差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對不起韓國瑜 你當然對不起韓國瑜 那你現在是 你要去求他的時候 你為什麼連續道歉 你都不願意 前置 你想想看 如果他今天這個態度 如果他當上總統 你現在是應該 你是跟每個人鞠躬 哈腰 拜託大家支持你的時候 我有對你苛求嗎 我覺得我對侯尾儀沒有苛求 我只希望你 針對四年前的這個誤會 你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你跟韓國瑜跟韓本 說聲對不起 我又沒叫你洗門風 我又沒叫你下跪 一句對不起你講不出來 趙先生已經三次給你機會了 你在這樣的一個 這麼好的機會 還有包括你前兩天 跟韓國瑜 在黃復興黨部的這個同框 你都不願意 怎麼會是我拜託你道歉呢 你自己不覺得你四年前做得很過分嗎 全代會在新北市開 你不來 請你當新北市主委 你不要 我請問你 如果現在侯尾儀要選 講萬一說台北市的主委 我也不接 那你心裡做什麼感想 你連將心比心你都做不到 你不要再點頭了可以嗎 我的耐性很有限 你再點頭我會抓狂 真的很奇怪 我真的覺得侯尾儀他太驕傲了 只是叫你道歉 你真的是做得不對 做得不好 你應該道歉的 你不道歉 那我覺得你的心態有問題 你沒這麼厲害 我們來問一下 輝文哥 昨天看到這麼多 當然很多老面孔 這個都是國民黨當過立委的 這是非常多人 所有150個嚇死人 當然就裡面很多這種 加油打氣的場面 這裡面沒有徐曉星 徐曉星還沒有當立委 國民黨就是敗在這些人手裡 國民黨從執政到倒台 不就是這些人 除了李登輝已經不在之外 不就是這些人 對不對 馬英九是沒有去 因為馬英九沒有當過立委 所以這些人幫何惟儀加油 我不曉得 因為何惟儀沒當過立委 我不曉得這種加油的到底 這個意義在哪裡 我請問觀眾朋友 2020年韓國瑜選總統 韓國瑜是當過立委的 王金平是怎麼對韓國瑜 王金平有沒有也幫韓國瑜 辦一場說 我把所有以前當過立委的人 都找來幫韓國瑜加油 我給大家看 這是2019年 王金平宣佈參選總統 可能很多人都忘了 他還找蘇志誠幫他抄刀 然後後來他沒選 他跟郭台銘還有柯文哲 一搭一唱 我請問大家這不用黨籍處分 後來郭台銘退黨了 柯文哲是民眾黨的 那王金平呢 你們現在把他當保 之前郭台銘要搶這個徵召的時候 也是先去拜會王金平 所以我一直不是很了解說 何惟儀在被徵召一個月之內 去見了三次王金平 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不理解 我不理解國民黨的這個黨 這個黨紀到底是什麼 2020韓國瑜要選總統的時候 王金平每次記得問他講什麼 我覺得他會是一個很好的市長 人家已經 國民黨已經提名他了 他講這個話 我覺得他會是一個很好的市長 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你不配選總統 你只能當市長 然後他自己宣佈參選 怎麼會這樣子 所以如果何惟儀要走的是 這種路線的話 我是認為何惟儀會輸得很難 何惟儀你要走什麼路線 你要走謝龍介跟徐曉星 這種路線 你要走王金平那種各派系那種 各種黑道的議長 各種地方派系的這些 你要拌勞那種的 我不認為這個是對的 你要走以前馬英九金 你都找金小刀幫你操盤 因為國民黨它是一個大雜會 它是一個很亂的黨 它裡面有黑的 白的 亂七八糟 什麼顏色都有 各地方那個亂七八糟 所以我跟很多觀眾朋友 一再的強調說 我絕對不支持國民黨 我只支持國民黨 特定的政治人物 個別的政治人物 像巧欣這種的 龍介兄這種的 我們長期給他觀察說 這個可以支持的 其他你說國民黨那些 三教九流的 你停得下去嗎 你好意思講說你非藍不投 你看到國民黨 你把手拿起來翻過來 你翻下去 你也好了 國民黨的這些人 在地方做什麼 各位觀眾朋友 你在地方都不知道嗎 這間八糟糕想開的你不知道 這間八大行業想開的你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 國民黨不知道而已 你也好了 所以我說好意 你今天你要走王金平這種路線 人人好 政人好 然後大家 地方派系這種的 你要跟那些黑道的議長 稱兄道弟 跟那些縣長在那邊握手交好的話 我對侯爾宜非常的失望 為什麼 因為今年三月 你民調第一名的時候 你講什麼 你說黑金不能復辟 我聽得很帶勁 你踩著朱立倫的屍體往上爬 你直接寫臉書 嗆朱立倫說黑金不能復辟 朱立倫臉腫得跟豬頭一樣 朱立倫豚倫 復坤騎出來罵 朱立倫都把他勸下來 黑金不能復辟 三月的時候 現在才幾月 七月 你變成什麼樣子 你跟黑道你兄弟 你當什麼警政署長 你自己人設崩壞 這個跟民調沒有關係 是你自己以前的角色扮演 你給社會的形象 你是個鐵漢 你是打擊犯罪的 你是警政署長 你出身入死 槍林彈雨 結果你現在為了選總統 跟那些黑道 握手言歡 拍照吃飯 你是怎麼選 所以侯友宜是大錯特錯 所以宅宣我的結論 我為什麼講換猴 這個巧心接近來 我很抱歉 你如果不換猴 你要侯友宜硬著頭皮選 我跟你講 有些在當選邊緣的 國民黨的小機會跟著陪葬 我說的換猴是說 國民黨主動換猴 就是因為會被罵 像朱古傑說不能換柱 可是侯友宜 又有一個舉動說 你可不可以知難而退 你徵召之後 你出來選了一個 對說你看他在黃副青講什麼 他說身心俱疲 他講的不只是韓國瑜 他講身心俱疲在我聽來 包括他自己 你看現在侯友宜的神情 跟他以前在新北市政府有沒有 像神社製作 像遊刃有餘 他已經沒有那個 很累 那我是建議侯友宜說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不要勉強 因為還有別人要選 不是你一個人在選 國民黨有好幾十個人要選 不是你一個人在選 你如果真的衡量說 很像是沒辦法的話 你不要讓國民黨 跟其他人為難 你要自己知難而退 你就自己宣布說 我是知道 這個德不配位 能力不足 趕快換 你要換要趕快 你說 輝文兄我不甘願 我還要再拚一下 那你再拚一下 因為金小刀剛幫你操板 你再拚一下 可是如同剛剛翔軒講的 如果你後面都是第三 第三 甚至放著郭台銘 你是第四 第四 第四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不要再硬拗了 那個時候就要趕快 這個自己人貴自職 請教輝文兄 前子你今天談的這個民調 就是委託的單位跟執行的單位 目前看起來好像是同一批人 所以這個 我不曉得這要怎麼參考 同一批人 甚至幾乎是同一個人 只是名字不一樣而已 不是 就是說 我左手委託右手 那到底在做什麼 所以這個我就比較保留 不過這個數字的結果我是 就跟前子的立場一樣 我是參考 我們先談這個朱主席的部分 因為他去年打了一個大勝仗 這個九合一他贏得非常漂亮 所以要換朱立倫是沒有正當性的 他有戰功 我贏了14個縣市長 然後蔣萬安也當選了 張三振也當選了 為什麼要換我 六都現在有四都 是國民黨的執政 為什麼要換朱立倫 而且朱立倫控制的中央黨部 跟中常會 你是換不了他的 朱立倫的去留什麼時候決定 是明年的總統立委 投完票之後決定 朱立倫的去留 如果選得好 他的任期是到2025 選不好 就跟歷任的藍綠黨主席一樣 選不好就下台 就這樣 侯友宜的去留 就剛剛前子提到 這個民調的變化 我認為侯友宜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因為前子我們目前沒有看到 任何一個民調他是第二名 更不要講第一名 他都穩居第三名 甚至我很怕 郭台銘如果宣佈出 然後他會變第四名 如果變第四名那就更難看 不管第三名或第四名 他的壓力是累積的 所以我覺得像鄭立倫委員 他們都是講得比較早 你如果一再的變成第三名 或甚至是第四名的時候 那個壓力就會 換侯的成績只會越來越大 除非 除非亮晶晶發揮功效 幫何惟把民調拉上來 不然的話他就是這個 這個前子我的看法是這樣 就是說換侯還有兩種 一種就是黨中央 黨出手把你換掉 那就換侯 另外一種就是侯市長他自己 衡量一下說我徵招 譬如說我拚了兩個月 然後我本來從第一名 拚到第三名 然後亮晶晶全力的救我也救不起來 那這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就是要考驗侯友宜 政治智慧的時候就說 那我自己退好了 如果他知難而退 他自己退的話 對國民黨的傷害是最小的 那朱立倫不用背這個罵名 說我自己不想選 那侯友宜要怎麼衡量自己 選得下去選不上去 就是說因為你金小刀 已經幫你操盤了 亮晶晶也幫你輔選了 你已經獲得徵召 已經快兩個月 到下禮拜就兩個月了 那如果這兩個月之內 你的民調一直起不來 而且這個甚至越來越往下 從20幾%變成10幾% 甚至要有人預估說 你會變7%的時候 那這時候我真的是希望 侯市長不要為難大家 因為你退大家 沒有人是罪人 那你退你回去固守新北市 你明年也不會被罷免 那如果你不退說不行 我要參選到底 我明年的選票票 一定要我的名字 那你就繼續選 因為沒有人敢換你 你就繼續選 但是錢子 錢子你也 這個新聞經歷20幾年了 雖然你看起來很年輕 你覺得這樣子有意義嗎 有意思嗎 就是說你們不能換我 換我 我會罵人 我就繼續選 然後真的大家 母雞跟小雞抱在一起 然後去賭明年的開票 你看到民調這些數字 這個趨勢 然後要去賭明年會逆轉勝 郭正亮 金小刀跟王進平 這三個人能夠救你 我是不相信 我不是說我看不起郭正亮 或是金小刀或是王進平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候選人的問題 郭正亮 金小刀 王進平 都是一時之選 但是候選人本身的問題 太關鍵了 所以我 這個錢子你不要誤會我 我不是今天叫侯偉瑜下台 我是說你再拚一下 譬如說再一個月 這公平 再給你一個月 那拚一下 然後如果拚得起來 我們就繼續選 譬如說回到第二名 我從第三名變第二名 那我就繼續選 那如果我一直拚還是第三名 那侯市長真的是要 以大局為重 會有723全代會不會延期 不會延期 所以723就要決定 沒有 亮哥 因為那個2016的換柱 也是全代會之後 後來開臨時全代會 所以全代會只是一個 時間點而已 所以會有人希望給侯友宜 市長一個月的時間 讓他再拚拚看 是不是 對 再努力一下 今天是7月7號 如果說8月初還是 可能不太行的話 是不是能夠有自覺 不要別人來講自己 看看能不能有自覺 這樣子對國民黨是最好的 是 順帶一提 我們TPBS的民調 會在7月中或下旬出來 就是全代會 左右 左右會出來 那很好 那這是一個觀察的資料 大家可以來觀察一下 因為上一次TPBS公布的民調 是在5月18號左右 6月18 你關注一下TPBS民調好不好 TPBS民調比這個準 民黨全代會不是要通過決議 讓侯友宜成為候選人嗎 應該有這個程序 有這樣的程序嗎 全代會就是個大拜拜 受贊旗 有沒有這樣子的任務 沒有要通過讓侯友宜 成為正式候選人 可以再開民主全代會 還沒有 應該是9月吧 9月才正式通過 這樣更沒辦法 我們請教惠吻兄 好 這個道歉看起來是 心不甘情不怨 但是因為今天你安排謝龍介來 我都不能講得太那個 我都不好意思 因為龍介兄現在有 浮選的這個要旨在身 所以這個 當然他要全力幫侯友宜 來這個浮選 我給大家看幾張照片 這是今天早上 這個侯友宜講的 他說至少三次要跟 韓市長約見面三次 但是都是因為 這個韓市長臨時有事情 所以就沒有見一面 我們看這個6月16 這個是在台中 一個很有名的餐廳 我看是黃偉翰有良心 還是前職有良心帶我去吃 聽說很有名 那一天就是這個生日的聚餐 然後這個是6月28 這個人是誰 葉原資 他很開心跟韓市長見面 這個也是聚餐 這個在台北市 這個是在台中 時間是6月16跟6月28 這都有時間 怎麼會沒時間 有時間 中間還有一個聚餐 是跟鉗子吃飯 鉗子竟然沒找我 這立刻就封鎖了 已經封鎖了 你不用打了 你打會痛小鬼 這我跟你講就是說 所以鉗子你剛剛講說 韓市長愛與包容 我覺得那是場面話 就是不滿 你說很大度 我明明知道現在 國民黨徵召的是你 我明明有時間 可是我就是不要跟你見面 所以你說 方向感情好 也是普普而已 但是心裡還是不爽 那鉗子你剛剛給我們看 那個在宜蘭那個 那個很關鍵 記者 因為他先去在土城 後來去宜蘭 那是同一天 同一天 我說錯了 同一天 所以這一餐還是你請 好 沒問題 就是同一天 然後你看記者問他 那你要不要當面跟他道歉 侯友宜一月開始 他就燉鎖了 你聽到嗎 所以官員你可以看得出來 不管是九二共識 你看九二共識 黃偉翰沒有把我洗腦幾個月了 學長 侯友宜不會承認九二共識 他跟我講了好幾個月 他每次跟我講 我都很想跟偉翰抱在一起 真的假的 就是其實就不管是九二共識 或者跟韓國瑜道歉 我們可以很明確的看得出來 我個人解讀 我認為侯友宜他是 不是很主動 也不是很願意去講這兩件事情 就讓我覺得說 他選得非常的辛苦 然後這個 但最後我幫鄭立文委員講 句公道話 如果你們要處理鄭立文 我是沒意見 我沒有意見 你把鄭立文開除沒有意見 反正不分距離委剩半年多了 但是如果你要用這種標準 開除鄭立文的話 請你先開除陳玉珍 最近這幾個月 一直在綠媒三英風點鬼火的是 鄭立文嗎 不是 是陳玉珍 你怎麼不敢開除陳玉珍 鄭立文比較好欺負嗎 陳玉珍在黃光琴的專訪講了什麼 那個我都不要重複了 所以國民黨有沒有一致的標準 當然是沒有 對不對 林靜傑為什麼會輸 是因為有人脫黨參選 脫黨參選的是誰 李嘉靖的兒子 是郭台銘跟柯文哲去浮選的人 結果這個李嘉靖的兒子 現在在新竹當國民黨 新竹市黨部主委 你說這個 不好意思 我當作你五黨籍 這個爛黨有什麼好支持的 所以我跟你講 國民黨這個黨是有問題的 我們只能針對國民黨 特定的政治人物 像謝龍介 徐巧鑫 這款我們可以支持 這個黨是很奇怪的 前子這個林靜傑的票 加這個李嘉靖兒子的票 是淫無其名的 結果國民黨多調了一席立委 你現在眼巴巴的 要跟柯文哲合作 要跟郭台銘合作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所以這個是讓很多支持者 覺得說國民黨是一個 莫名其妙的黨 不要再講非綠大聯盟 你國民黨是百年的大黨 為什麼要非綠大聯盟 就是我就是藍的 今天剛好穿藍的 我就是要贏 我不要綠的 我也不要白的 我光一個藍 我就要想辦法贏 你以前2018不是這樣贏嗎 你2018不是這樣贏嗎 你2022不是這樣贏嗎 你為什麼現在 我趕快去找民眾黨 我趕快去找柯文哲 趕快去找郭台銘 這種失敗主義很奇怪 國民黨已經輸到 不知道在選什麼了 所以希望國民黨趕快振作起來 如果短時間 因為前次上個禮拜 我跟我們預告說 在全代會之前 國民黨TPP 還有一個大選的民調 我們到時候再看民調的數值 準備好